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条高赞评论说 能回复什么倒还好 最讨厌是以毒不回 深以为然 即使回复信息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与尊重 正所谓细节见人品 看似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却能从中体现出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和人品 人品好的人收到信息会及时给予反馈 就算当时没注意到或不方便 也会在方便时第一时间回复对方 渐渐有着落 事实有回应 是一个人最靠谱的表现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 即使反馈 有效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可能对你来说无所谓 但是别人却在交际等候 奇葩说变手萧萧说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重在坦率 重在舒服 只有彼此之间互相尊重 有来有往 才是人与人交往 最舒服的状态 任何一种感情都需要双向奔赴 如果一个人总是对别人的消息视而不见 总是表现出一副可有可无的态度 那么这段关系注定不能太久 要知道 任何一种感情都经不起消耗 任何一段关系都需要双方共同经营 周国平先生曾说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 他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 是否具有边界意识 是衡量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 都有不想被触及的过往 对于别人不想说的话 不刨根问底 不穷追不舍 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自觉 再亲密的关系 在深厚的感情 在相处中也要把握分寸 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更不要让人为难 成熟的人要懂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 内心有耻 说话有度 当我们遇到开心或烦恼时 有时会想要与人分享 但是也要掌握分寸 不能随意打扰他人 要尊重对方的时间和空间 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中 何炯就曾脾气过这个烦恼 他说 范澄澄偶尔会在半夜发个语音过来 他以为对方是出了什么急事 赶紧点开来听 结果对方只是说想自己了 虽然喜欢这个弟弟 但何炯也有心无可奈何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空间 人与人的交往也应当适度留白 无论哪种关系 都要把握好分寸感 不要给别人的生活造成困扰 情商艺术中写道 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 聪明的人都懂得约束自己 不给别人添堵 就如微信的聊天方式 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修养 有的人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不管对方忙不忙 总是喋喋不休 没完没了 有的人刚一发出消息 就期待对方秒回 若没有回复 便会一再催促 在吗 怎么不回复 说句话呀 一刻不停地骚扰 咄咄逼人的态度 令人不胜其烦 强微圆中说 话不像话 不如不说 话不投机 不如沉默 越是不停地催促 越会让人心生厌恶 对方不回复一定有他的理由 或许是刚好在忙 或许是正在思考该如何回复 此时最礼貌的方式就是等一等 给对方留点时间 而那些真正有休养的人 即使在微信里也坚守礼貌和体贴 把聊天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 和这样的人聊天如沐春风 心愿深移 相比面对面的交流 微信聊天更考验我们的细心和耐心 因为我们看不到对方的表情 觉察不到对方的情绪变化 所以更需要把握好分寸 只有对他人多一份理解和包容 对自己多一份忍耐和克制 才能让彼此的交往更加舒服 知乎上有人问 什么样的人最值得深交 一个高赞回答是 品行好的人 可见品行才是一个人 行走世界的通行证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贵在真诚 重在舒服 张弛有度 方郎长久 与他人交往 懂得有来有往是一种尊重 与他人交流 不超越边界是一种成熟 与他人交流 能把握节奏是一种修养 愿你我 无论在网络世界 还是现实生活中 都能够懂分寸 直进退 找到彼此最舒服的交往方式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再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